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将这些原理应用到纳米材料上 结果会怎样 纳米材料 顾名思义 就是那些在纳米尺度 1纳米等于11分之1米上工作的材料 它们的特性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材料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微观世界的魔法 纳米材料的飞行新视野 首先 纳米材料的强度和轻量化特性 使得它们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用纳米材料制造飞机的机身 飞机将会更轻 更强 更省油 甚至可能在飞行中实现自我修复 是的 你没听错 自我修复 这就像是超级英雄的能力 只不过它们是由碳纳米管和石墨烯构成的 有趣的故事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几年前 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纳米材料的研究时 意外发现了一种新型的纳米涂层 这种涂层不仅能让飞机表面变得光滑 还能减少空气阻力 于是 他兴奋地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的同事 结果 他的同事们都只以为他在开玩笑 甚至有人说 你是不是在为你的下一个科幻小说找灵感 但这位科学家并没有放弃 最终他成功地将这种涂层应用到了实际的飞行器上 经过测试 飞机的燃油效率提高了20% 这就像是给飞机装上了纳米涡轮增压器 让它飞得更快 更远 未来的展望 当然 纳米材料的应用不仅限于航空航天 它们在医疗 电子 能源等领域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想象一下 未来的医疗设备可能会使用纳米材料 来实现更精准的药物输送 甚至可以在体内飞行到病灶位置进行靶向治疗 总之 纳米材料的飞行新视野不仅仅是科学家的梦想 更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部分 或许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架纳米飞行器 在空中自由翱翔 享受那种飞行的感觉 当然 记得系好安全带 毕竟 飞行的乐趣 可不能让纳米材料来承担责任哦 谢谢大家 期待你们的提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光电之心 光电材料的能源革命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话题 光电材料 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高科技 但其实 它们早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只是我们现在才开始真正发掘它们的潜力 首先 让我们回到古代 想象一下 几千年前的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古埃及的祭司们 在金字塔旁边 用太阳光照射水面 试图用光的反射来预测未来 虽然它们可能没有成功 但这无疑是光电现象的早期探索 可惜的是 它们没有发明光电池 否则今天的埃及 可能会是个能源大国 进入现代 光电材料的真正革命始于20世纪 1954年 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 发明了第一块硅太阳能电池 想象一下 那时的科学家们 可能在实验室里 像孩子一样兴奋 手舞足蹈地说 我们可以用阳光发电了 而他们的同事们 则在一旁默默地想 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 光电材料的魅力在于 它们能够将光能转化为电能 简直就像 是把阳光装进了电池里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把阳光装进手机里 随时随地充电 那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便利 当然 手机可能会变得比我们还要重 因为我们得装上一个巨大的 太阳能电池板 而在这场能源革命中 光电材料的种类也层出不穷 从传统的硅材料 到新兴的钙态矿材料 科学家们就像厨师一样 不断尝试不同的食材 希望能做出一道美味的能源大餐 而且 钙态矿材料的出现 简直就像 是给光电领域加了一记强心针 它们不仅成本低 而且效率高 简直是光电界的超级明星 当然 光电材料的应用 不仅限于太阳能电池 它们还可以用于LED灯 激光器 光通信等领域 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光电材料 我们的生活将会多么黑暗 连夜晚的星空都显得暗淡无光 最后 我想说的是 光电材料的未来 充满了无限可能 随着科技的进步 我们或许能在不久的将来 看到更多创新的光电应用 甚至是光电汽车 让阳光成为我们出行的动力 所以 各位同学 光电之心 不仅是科学的前沿 更是我们未来生活的希望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场能源革命的到来吧 记住 阳光不仅能让我们晒黑 还能让我们发电 真是一举两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自愈之盾 自愈材料的防护新纪元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 既古老又新颖的主题 自愈材料 或者说是自愈之盾 这不仅仅是科学的进步 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衣服 手机壳 甚至是建筑物 都能自我修复 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 就像是超级英雄的披风 无论多么摧残 总能恢复如初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古代的修补技术 就像是今天的自愈材料的雏形 比如 中国的陶瓷修复技术 工匠们会用 经期修补破损的陶器 这不仅是修复 更是一种艺术 称为金扇 这种技术告诉我们 破损的物品 也能因为修复 而变得更美丽 这不就是自愈材料的精神吗 进入现代 自愈材料的发展 可谓如火如荼 科学家们从自然界中 汲取灵感 发现某些生物 比如某些种类的海绵和植物 能够在受损后自我修复 这让我们想到了自愈这个概念 于是 科学家们开始模仿这些自然现象 研发出各种自愈材料 例如 某些聚合物 在受到损伤时 能够通过化学反应自动修复 想象一下 你的手机屏幕不小心摔了一下 却能在几分钟内自动恢复 这样的科技 简直让人想要为它携手势 不过 这样的材料还在研发阶段 现在的手机还是需要小心翼翼的对待 否则就只能去找修理店了 再来 让我们谈谈自愈材料的应用 这些材料 不仅可以用于电子产品 还可以用于建筑 航空航天等领域 想象一下 未来的飞机机翼 如果能自我修复 那么飞行的安全性将大大提高 甚至可以让飞行员在空中喝杯咖啡 心情愉快地享受飞行 当然 这一切的发展也伴随着一些挑战 自愈材料的成本 耐用性和环境影响等问题 仍需解决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总是需要时间和智慧去克服 最后 我想用一个幽默的比喻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自愈材料 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懒人神器 它让我们在面对损坏时 不再需要像超人一样飞去修理 而是可以悠闲地坐在沙发上 享受生活的美好 希望未来的科技 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愉快 让自愈之盾 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对自愈材料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期待未来的科技 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主题真是让人兴奋 从纳米之翼的飞行新视野 到光电之星的能源革命 再到自愈之盾的防护新纪元 我们探讨了几个 令人惊叹的科技领域 在这次的分享中 我们了解到 纳米材料如何改变航空航天的未来 光电材料如何为我们的能源需求带来革命 以及自愈材料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听起来是不是像是在看一部科幻大片 但实际上 这些技术正在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或许你身边的某件物品 未来就会有这些高科技的身影 深入分析一下 这些材料不仅仅是科学的突破 更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重新定义 想象一下 未来的飞机可以自我修复 手机屏幕也能自行恢复 甚至我们的汽车都是用阳光驱动的 科技的进步让我们离这些梦想越来越近 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如何确保这些新材料的安全性 经济性 以及对环境的影响 在这里 我想以一种轻松幽默的语气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想象一下 未来的世界或许会是这样的 你走在街上 突然看到一个自愈的手机从天而降 自己修复后又飞回了你的口袋 简直就像是科技版的超人归来 当然 记得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还是小心点 防止他误认为是坏人 又掉下来打你一顿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未来的科技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希望在哪些领域看到更多的创新 请随时提问 分享你们的观点 我期待着和大家的热烈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期待 明 müs打 嘛 汇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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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